8强的门票 下一轮将对决丹麦好手安赛龙争夺4强的资格 新闻最后再来提醒您 今天中央气象鼠表示 中秋节将至但台风被毙加不断的增强 预计最快在今天早上就会变成中度台风 以上新闻是由李文汉编辑播报 现在时间上午8点05分 9点钟请您继续收听整点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全世界都在听 我是桃园市环境保护局局长陈世伟 保护环境爱护地球是我们的责任 王安哥开始咯 一起为地球减轻负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欢迎您收听韦翰壮新闻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8点到9点 我和在状新闻跟大家谈谈时事聊聊政治 今天是9月13号星期五 在开始跟大家讲这个三大报之前 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收听我们HeadFM跟PopRadio的节目呢 可以使用这个APP在全世界各地有办法上网 地方都能听 欢迎在纽西兰澳大利亚日本美国海外的华人朋友都欢迎大家收听 那在台湾的听众朋友呢 这HeadFM在这个全台班有五个这个联播电台 所以几乎是全台都有包括了 那这个PopRadio就是北北基 然后另外桃竹苗好听广播电台 所以大家都可以透过广播电台 在车上呢用传统的收音机或者是新的APP好来听 我现在这个Toyota都有内建的好 好那当然还有最后的两个就是看我们的YT嘛 那现在目前你看在那个HeadFM的这个Channel 也有YT的网友在看 那YT的网友当然就是习惯用网路看嘛 可是我们这个刚刚我的制作人跟我讲说 我们的PopRadio的那个Channel 现在目前登入出现异常就登入不了 所以我们现在同时两个Channel直播的这状态 今天只有一个就是HeadFM 但完全没有影响了 大家就是事后再回来看 你可以去看HeadFM的 那PopRadio现在没有在直播 但是我们的广播 我们的广播节目嘛 还是最重要 所以今天上班的听众朋友们 一边开车一边来跟这个伟汉好聊聊时事 然后呢也谈谈政治 倒过来也可以了 三大报头版头条先来看联合报 近发会建言设私利顾问开呛了 顾问是谁 这个鼎鼎有名 大有来头是赖金德总统非常倚重 而且呢在以前国民党执政时代呢 就非常这个有名的朱静一博士 朱静一这个教授了 好那因为主龙胎院长他成立了一个金发会 希望能够听民间的建言 但是呢这个金发会的顾问朱静一 另外还有三位叫林明仁跟陈东升 还有刘景天呢 昨天的联合四个人发了五点声明 认为值一部分的顾问建议 因为开这个金发会就是找民间顾问 学者专家嘛 然后跟行政院做建议 说这些建议啊 有私益之私 对不起 有利益之私啦 所以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有人收益 但并不是全国的民众收益 提出建言 所以这个今天联合报 把它做成头版头条 那当然行政院有回应 行政院回应说 现在目前 呃这个状况都是还在呃开会 刚开完嘛 所以呃顾问会议的建议呢 会在后续的金发相关的会议当中 交换意见才会确认最后的政策 不是说这个呃建议会议开完之后 就形成决策了 还没还没 所以行政院的回应是这样的 好 不过因为呃 不是一言堂嘛 总有不同的意见 比如说你今天现在目前我们经济发展 我们的能源配比等等 到时候是某些特定的产业或是特定的一些好 就是公司得到私利呢 还是全民都得到利益 这点很重要啊 那我也觉得很乐见 现在目前 专家们各有各的意见互相交流 那行政院的回应就是说 好看到出建议的建议了 不可以草率的推动政策 会对经济造成重大伤害 所以目前只是在交换意见的阶段 还没有形成确定的政策 之后还会持续对话 取得最大的共识 这是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再来看中国时报的头版头 其实我知道大家大家都在看说 昨天那个陈佩奇不是接受访问吗 有 我等下会谈的 三大报是确实都没有把这个当成头版头 联合报也没有 中国时报也没有 这中国时报做的是 他有个小标了 就是连检查扣陈佩奇的保险箱了 好 那他有写在小标的地方 那他昨天有三家嘛 EDtoday TVBS跟台视 他接受这三个媒体的访问 那有人讲说 你不是要求要一次公开 为什么只有三家媒体 所以这个就是现况 我就告诉大家现况就好 等下再来进到评论的阶段 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是在讲 北检昨天再次提讯彭震生 我我我到底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昨天几乎是口径一式的所有媒体 都在谈论那个彭震生的一抹微笑 其实有时候 我被被被收押 当然可能心情很苦 可是下车那一瞬间 突然苦笑也是笑 去解读说 他是不是已经转五点证人 我觉得这有点过度解读了 因为他还是被提讯 而且他还是要否认他有徒利 否认有收惠 否认有徒利都否认的 好 所以就直接把一抹微笑 当做是彭震生怎么了 我觉得跳太快了 那中国时报的头版头是在 告诉大家一个基础事实 就昨天的进度是什么 就是再次提讯彭震生 而且呢 传林周明来作证 前天是传谁 林青蓉嘛 所以我在这边先跟大家做一个 就是我们伟汉壮新闻的第一段 要跟大家谈 显然 显然 目前 整个台北地监署 还在努力的 半徒利 追查 是否收惠 就是这样 巩固徒利的证据啦 不然你找林周明做什么 林周明2018年12月25号 第一个四年结束他就离开啦 560网上走到840 或你讲666 72692 那个都跟林周明还有林青蓉无关的 可是在392往560走 我们的节目放过那个影片 2017年6月6号 有没有林周明 局长讲话还非常有特色 他是商三跟商三特 关键就在这一个特 他讲话非常有tempo 对不对 他当时就反对啊 好那等于这个台北地监署的检察官 应该请林周明局长再来讲 你们为什么反对 明确反对告诉他几次 那继续往上走 你一个都发局局长 你的专业者 他应该在问他这个 那第二个就林青蓉 林青蓉现在是高雄市副市长 也到台北来 两个都是证人 所以这个很清楚的 在补强是否涉犯图利罪 检察官起诉一个人 那个人也不一定有罪啊 可是他要确定我以后起诉 他的那个会不会被法官接受 那也不用把检察官 或者是连证署 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对这个话题 从一开始的初衷 我也在一直跟听众朋友讲 你看各个节目有的体科 有的反科 如果说都过度的 你自己也就看看就好 你也不要讲说 每一个节目都没有参考价值 都有参考价值 但你都不要完全尽兴 因为如果你当粉 你就看不到你支持那个人 因为你是他的粉 对不对 你是大股祥平的粉 你就坚信他一定5050 看来是很有可能 你是大股祥平的黑 现在有人黑他吧 好像也没有了 你就觉得他不可怜啊 这真别被吓倒了 所以如果你是粉 你看不到你是科粉 或是说白粉 或是说民众党的小草粉 你会觉得整个中华民国的检察体系 都在迫害科文哲吗 你看不到那个秋双烈志 一个检察官 他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 有人告发 回头再看 之前的副市长 之前的局长 还有现在的这个彭震生 有一些说法对 这个前市长科文哲是不利的 那你都不能讲说 因为我可能 我大选 检察官说不定也有投票啊 你怎么知道 这些在办案的检察官 跟那个台北地检署里面的 连政署里面调查员 他们没有支持科文哲 或投给科文哲的 但那个一码归一码嘛 我的工作就像 我的工作就是广播节目主持人 我就是要就是要讲这些事情啊 被网友称赞 被网友骂 我还是得做啊 对不对 所以检察官他就是 你回想一下 那个之前那个日剧 20年前松龙子跟牧师 他就知道了吗 秋双烈志 检察官他为了国家的公益 他在 他在起诉谁 或是逮捕谁 或者是帮谁追讨权益 并不是因为私利啊 所以现在目前状况来看 如果科文哲前市长真的涉嫌图利 而且事实证明 他明知违背法律 他会被起诉这一条罪啊 贪污罪条例 第六条 那如果找了半天以后 确实没有任何的钱啊 那他的那个收贿的部分 就不会被起诉 而且不会有问题啊 那不会有问题 跟他现在目前被接下状态 是不冲突的 因为他现在正在办案子 然后也符合 我昨天跟大家讲那几点嘛 担心他篡政灭政逃亡 而且是重大五年以上本刑的罪 那检察官认为该押 法官也同意 那就押了啊 那对于科文哲来讲的话 事后证明 不但没有收贿 找不到金流 连图利最后都全身而退的时候 他在这件事情上面的时候 得到的民众的支持就会增加 就觉得他感觉就是一个被迫害者嘛 但以往我们的检调来看啊 就像扁案也一样 扁案炒了一年多两年 到现在为止还有人相信 陈瑞扁完全认为他没有问题 是真的破坏也是有 但社会大众的公众的那个看法 会比较重要 我们先进去网告 这些人 那些人 不然 那么 三個人挑戰單是個角色 以為能夠有397個笑點 保證啟動你的笑感神經 絕對保笑 絕對驚嚴 三人行不行 你不看怎麼行 購票請上 OK PIX 好好的 你知道 秋是小型嗎? 是T-H-I-L-L 秋 Mario 我秋給你看看 一口熱熱的麥薩 一口多隻炸雞 這樣真的太嗆了 入秋 有拿回你每個真的好樂 零八零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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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免洗塊 免洗碗 塑膠湯匙等免洗餐具 對地球跟海洋的危害有多大嗎? 你更應該知道的是 這些肉品跟海鮮裡的塑膠微粒 會被我們吃回身體 因為免洗餐具 所溶解的環境荷爾蒙 具有多種有毒物質 大大增加了離癌風險 現在起 不再使用一次性免洗餐具 就不會冷擊傷害 對地球越好 就是對自己更好 我是陳漢遠 與PubRadio聯播網邀您一起愛地球 我是Pub搶先抱股權 唐仁俊 生活每天都會受到許多挑戰 有驚喜 有失落 也會有悲傷 甚至難過 當我們遇到挫折時 或者會覺得全世界都很難 他們要進不去 要進去 等待會有 mercado 我堅決了 請問您 我又記得 好多人 會因為 不一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是黑的角度来看 就会非常入戏 粉的意思就说你看 你看 都找不到钱还要去找那个哈 加密货币什么比特币那个厉害的那个简单表示什么 表示没有找到钱嘛 没有找到钱凭什么抓 气死了对不对 这是粉的态度 那黑呢 不要假啦一定是弄到海外去了 我就不信找不到 可不可以不要当粉不要当黑 其实我深信大部分的民众既不是粉也不是黑 像我礼拜四 上个礼拜四因为柯文哲就被收押 所以晚上所有节目都加开live 就两个礼拜没有去打篮球 然后昨天回去打 现在也是全身酸痛 那有一个便利操伤的那个大哥 他每次礼拜四 我去打球都会看到我 你怎么没来 上礼拜我说对了 柯文哲被收押就忙 他们都会有一些看法说 你觉得他会有关多久 每一个像我们这样 囊评论员公众人物走哪里 去吃个蛋饼 那这个吃完就会有人跟你闲聊 那我也在观察大部分的民众 除非是很激 很激进的蓝绿白的粉 一般的民众就是观望嘛 对不对 然后一般民众也会 不会尽性减调 就觉得这个会不会有时候 有钱判生无钱判死 会怀疑 但是也不至于到完全不信 好那现在我看看 看起来就是 认为柯文哲会出事的 柯黑 百分之 不要讲100啦 90以上认为 绝对绝对绝对 包起来了 没救了啦 就是就是像阿扁那样 可能要关好几年了 谁知道 说不定全身而退啊 我们节目是没有告诉你 全身而退的设定是什么 找不到任何金流 贪污制的条例 第四条第五条 没有 根本起诉不了 起诉都起诉不了 第二个 土地的部分 也因为下面的某个环节 非常有效的脱钩 大据当然我就跟大家举例了嘛 所以市场本身也没有涉嫌土利 你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叫明知 第二个叫违法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就是也比较支持民众党的一些 学者专家也跳出来啊 谁跟你讲给那个 840% 600多% 是土利 那是土利 台北市政府是土利台北市民啊 那个东西完全不违法 也有这样的论述了 我们大家都不用争执 最后看 检调怎么判嘛 好不好 OK 好 那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 继续找林周明 林青永作证 就是土利的部分 要去加强 巩固 明知违背法律的 这六个字 明知 找幕僚来 还有一个李德权 前面副秘书长 好 说你到底有没有 很清楚的写了 就是可能 就是事法性会出问题 提醒市长不要 提高金华城的容积率 560就好了 再往上走 真的不行 有没有 那当然侦查不公开 他也就没有告诉大家 第二个 那在这个后面的 金华城往上提高这件事情 那么多人认知违法 林青永 林周明 还有刚讲的 是不是李德权 还有很多的这个 都省会的 都委会的委员 宋正脉 但这些人说违法就违法 也有另外一派就是 去把那个事情 搞清楚 弄到后来 只要后面的条件不满足 就是明知违背法律 那后面四个字叫违背法律 他没有违背法律 就没问题 是啊 如果没有违背法律 那你就不可能突立了 所以这个就叫司法的攻防 我也一开始就跟大家说了 这是一个三个不同层次的事 第一个叫司法的攻防 证明有罪无罪 那过程当中你要怎么论述 那第二个叫事实的认定 那是认定可能要一两年后了 等到一审二审订宴之后 最后社会普遍能接受 好就是 他到底有没有做违法的事 有没有做什么事 什么事有什么事没有 所以第一个叫司法官方 第二个叫事实认定 第三个就是政治能量 你在讲这个政治能量的时候 其实他全身而退 但是证明他有瑕疵 但是也没什么能量了 买商办 跟大家讲说 因为买在我的名下比较能够受监督 可是昨天陈佩琪跳出来一看 不是买在你名下 是买在陈佩琪 或许对夫妻来讲 我跟他哪有什么差别 我们本来就是财产 就是夫妻就是财产共享 是没错啦 可是大家就是好 比较不是粉而比较近黑的人 就想你看又抓到了 又说白菜啦 明明就是买陈佩琪的名下 为什么要讲自己的名下 第二个买在自己名下 不管你或你老婆啦 比较好监督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也听不懂 那我必须跟大家报告好 没关系 喜欢不喜欢一回事 我跟大家说 如果买在民众党的名下 因为昨天这个陈佩琪 接受媒体访问他有讲 如果买在民众党名下 每年五月的时候 政党是要申报政党的财产的 你买完以后 民众党一报出去 社会就知道说 民众党有一个新的办公室 或者是当成他的智库 或者是当成柯文哲办公室 民众党的党产 每年要报 你我每年五月 不用申报所得税吗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柯文哲已经是 台北市市场卸任 2022年12月25 对不对 他不用再去跟监察院申报了 明明古年就有报 今年没有报 古年有报 好 12月5号 是因为他去年12月5号的身份 是总统参选人 所以如果你把站在好 我们今天粉跟黑都不要当 但是往粉一点靠 往黑一点靠 从不同角度看 你就能懂了 这个比较偏黑的 会讲说 知道了 柯文哲原来早就不想再选了 2028可能也没有要选总统了 就当党主席 但他不用再申报财产了 所以今年5月买了这个商办以后 明年后年只要没有被踢爆 如果这 因为这个事情是被林延峰抓出来的 也没有公开讲 谁会知道 所以你等于就偷偷的买这个商办 而且你还不是买自己名字 你买你老婆的名字 这样子大家很理解了 对不对 事实就清楚了 先前的这些传言 第二个刚刚这个中国时报 我再拉回一下 中国时报这边有讲 说彭正生昨天在被提讯的时候 问他有没有收贵 他还是否认 在这里 彭正生否认 彭任收贵 然后这里有一段 我念给大家听 他再次传唤彭正生 然后也约了林周明 据了解林周明说 他曾经主动上签 并提醒柯文哲 如果金华城容积率提高的话 是否会负起徒利的法律责任 我念给大家听 这个事情 只要告诉你就再补强 我认为北简应该公开说明 可是所有的媒体在吃的权力 这一块也没有退缩 各位听众朋友 这个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至少不算科黑的中国时报 他不也据了解吗 阿门侦查不公开 林周明 林周明怎么跟检察官讲 你怎么知道 所以确实了 这个靖周刊 三立 还有林传媒 最近的独家真的是多了 其他的媒体没有这些 但不是代表 侦查过程当中的消息 有人去问就是就是罪恶 就是就是就是千刀万里追啊 因为这些东西 只要你报出来的内容 最后证明是事实 社会普遍的那种反感度 没有那么高了 但现在目前 柯文哲的支持者会觉得说 只要有人违反侦查不公开 就代表读书国理论 后边都不用办了啦 后边来啊 检察官对不对 压人取共啊 然后泄漏给特定媒体啊 那我就讲嘛 那林周明昨天被检掉 被那个北检约坛 他讲的内容 为什么中国时报能写出来 我现在这个不是要针对中国时报 我是要告诉你 媒体的实务 跑这个司法检掉 这个线的记者 他的工作就是要去问 所以我才要告诉你 侦查不公开 它是个原则 遇到这么大的事情 全国都关注 每天都在报道的时候 你就公开啊 你甚至三天开一次记者会 也不用去否认什么媒体的报道 就以你讲的为准就好了嘛 我们行政院 每个礼拜四开行政院院会 之后会有个记者会 一个礼拜就一次 可是你以为行政院记者 一个礼拜再发一次新闻吗 七天再发一次 没有啊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行政院记者也要发稿啊 他发的稿也是去问那些官员的 只是那些事情是政策 你比较不敏感 这个是官司 是判人生死 是毁人敏捷的 所以大家会特别明讲 所以要特别小心嘛 所以重大事情 所以回过头来就知道了 为什么我去举那个侦查不公开 作为办法第八条 告诉你一个社会瞩目案件的时候 你可以适度的公开 公开就是开记者会 公开不是我偷偷告诉陈阳 我刚刚跟陈阳在节目开始之前讲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因为那没有公开啊 对不对 所以偷偷的把新闻 检察官把新闻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情绪激动了 我理解啊 关心则乱 当他讲说黄文汉举那一条的意思 就是在帮三立背书 是在帮那个 这些特地媒体 在在在在粉饰太平 我看完以后的表情就 就突然我就懵了 这么清楚的论述 文字跟我们的直播内容 广播的讲述 还是有人看了以后不同感觉 这就是台湾目前非常对立的状况 自由时报的头版头 检察官追柯文哲一家的不明资产 神秘保险箱查扣上百万的现金 好 一样 三大包都没有讲陈佩琪的说法 那陈佩琪怎么说呢 陈佩琪说 因为 柯文哲要当市长之后 因为他有全文 大家去看这个TPBS Eat Today跟台湿 38分钟 全部大家去看看完就都知道了 我截取几个重点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 他跟大家报告 他们家的五大金流了 他到底钱怎样 他说没有 其实你看 父亲过世以后 妈妈跟父亲两个人财产共享 那所以父亲的钱 有些就被妈妈管 妈妈就也要给他们 所以妈妈就给了他钱了 这边老人年金家 母亲继承的遗产给他的有500多万 535 那两个都是医师啊 对不对 那他也是医师啊 那医院有薪资528万 柯文哲当医生的存款171万 2018的选举补助管扣掉房贷230 这个小牛意见 大家上去看 这个我们细节都不讲 还有通告费啊 柯文哲演讲啊 他应该少列 还有一个就是在出书了 三彩文化 他出了书的那些版税 所以他的钱交代是这样 第二个 为什么会有保险箱 他说 柯文哲当了市长之后 2014年以后 他觉得工作很不稳定 那当然每个人主数 他这就真的是这样讲 当然我听的是有点一头雾水 台北市长有什么不稳定 啊 是四年任期做完啊 好 但但他的意思说 因为工作不稳定 那他也有三个小孩嘛 所以呢 他就在两个保险箱 他住了两个嘛 各放50万的现金在里面 告诉他们说 如果有一天真的要急用的时候 好 你们可以去拿那个保险箱的50万出来用 那当然这个是陈培琪的主数啦 那大家就会想说 啊50万 放家里的那个柜子就好 他发现干嘛 但这个都没关系 每个人听的又不同感觉嘛 至少跟大家说就是 他的论述是这个内容啦 那再来 因为各有50万嘛 所以加起来100万嘛 啊又出现一个问题 那这100万有没有申报在去年10月5号 没有 所以这100万是漏报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黄伟翰 那么在陈佩琪的保险箱的部分 刚还有一段还没讲完 等下进到六都民调的部分 陈佩琪夫人昨天有接受媒体的专访 他特别提到了为什么会有保险箱 他说这个保险箱里面两个保险箱 各50万元 是为了给丈夫跟小孩以备不时之需 当然因为里面还有一些结婚时候 嫁妆的金事跟婆婆送的玉器等等 那就有人去对了去年12月5号的时候 财产申报监察院没有这些东西 玉器 嫁妆 两个50就是100没有 那监察院申报那些珠宝 还有首饰 他有一定价值以上才要申报 所以看起来结婚时候 嫁妆除非他一个 什么一克拉 两克拉的钻戒 我没有看到我不知道 玉器 一般的预期价格我也不是太懂 没有超过监察院标准可以不用报 我们就有一个收益 第二个 钱要报 你看监察院申报里面 动产不动产 汽车 现金 存款 什么叫做存款 就是银行里面的钱 这个跑不掉的 因为银行这个资料 监察院都掉得到 什么叫现金 就是你到底有多少钱 没有放在户头里面 而是真正的钱 50万 100万 200万 所以这是漏报的 我想今天有人会谈 你那样就漏报 你为什么放在监察 保险箱里面 然后再来 这边就不多谈 就是扁案十几年前发生的时候 一开始也就完全碰壁 查不出来 后来从保险箱开始突破以后 就如同抽出了肉账头以后 下面整罐都拆出来 好多个保险箱 好几个银行 彰化银行 富邦银行 什么全部都拆出来了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保险箱 还不是贬家的 是吴淑貞夫人 她的哥哥的 她的嫂嫂的 甚至还有跑去那个 国泰世华看的那个保险室 好大一件事 嗯很满意 最后检 最后检方查出来说 曾经一度现金放 现场那个保险箱 放13亿的现金在里面过 最高啦 曾经放过 那他要移来移去嘛 好 那那个 那个银行的副总说 总统夫人来看了 看完以后说 我要做这个 就讲完也走了 手续也没办 钱也没给 那怎么办 总不能得罪他 就自己 银行间出钱帮他代注下来了 所以一开始是查不到的 因为根本也没有名字 没有陈水扁 没有吴淑貞啊 因为根本就别人的名字 好 所以这是保险箱的问题 所以当已经出现保险箱的时候 大家会觉得 哎呦 看起来怪怪哦 看起来怪怪 不一定真正怪 后续有或没有 就看检方最后的证据 跟起诉书来说话 目前看起来就是 努力巩固 图利的罪嫌 然后呢 积极去找金流 那刚刚我也讲了 对粉来讲 很讨厌 找什么找 明明就是好好的人 这样白白薄 你担到哦 但是对检调来讲 他找 找完以后没有 也要告诉大家没有啊 那是他的工作 就举出有没有人 涉犯国家的法令 他是检察官 他该去杜绝犯罪 所以他要稽查 并且 让犯罪的事实浮现 所以他去找犯罪的事实 但不能入人于罪 没有的事情就说没有 就这样图利 最后能不能过关 也不是百分之百啊 金流现在看起来 根本都还没有 好不好 这点就跟听众朋友报告了 那比较感性的部分是说 陈沛琪他就很伤心嘛 也流泪啦 那一段我看的是 虽然我是个评论员啊 但是公跟寺还是有分开的嘛 我看日剧看什么 我就常常都会感动流泪的 那一段听的我是真的 心很酸的 就说今天就算 最后柯文哲真的就 有很多罪或怎么样 关了某年 关了几年 如果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夫妻的感情 让我看了以后就对啊 这就是人性跟 你现在不喜欢柯文哲或不喜欢陈沛琪的网友 也不要就是去留言啊 怎么样让人家 他现在已经很难过了 但如果真的犯法 你也得面对嘛 如果真的犯法 那就是法律的制裁 你可能要被关 那是之后的事 我就看他说 他因为现在是羁押 也不是服刑 也不能去绿剑特剑 接剑都不行 他看不到柯文哲的 可是他还是想去 我有被这个感动了 虽然看不到先生 可是他还是都到看守所去 想要给他送个什么东西 觉得我都到这里来了 他在里面 我们就近一点了 这个我相信就是夫妻的感情了 那再来就是 柯文哲进去之前 当然这是陈沛琪讲的 讨厌柯文哲的人讲说 不要gay 你老太后 就说柯文哲 其实并没有担心自己的官司 他担心爸爸 因为他爸爸 他爸爸居然就是科成发阿伯 然后年纪大了 其实身体非常的 非常的勇壮 科成发阿伯 身高跟我一样 比柯文哲高 然后很壮 他是老师 但是他现在到了八十几岁了 本来都还能骑脚车什么的 之前骑脚车摔倒 就住院 可是怎么摔倒 以后的伤口一直没有好 又发烧 检查发现说 原来又废积水 而且还得癌症 那现在就住院在化疗 那柯文哲跟他讲说 不用担心我了 就交代他太太 看好我爸爸就好了 然后有人讲说 他的儿子是不是在海外 还吃牛排什么的 他也是说 就是请大家媒体放过他的小孩 有他儿子就 这个可能没有完全社会化 对一些重大议题 爸爸都出这个事了 他可能也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他就说 他对于时事 catch不到 那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孩子 请大家不要去牵涉到无辜的人 这是昨天的这个陈佩琪的部分 有软性的部分 那也有这个他所讲的这个金流的部分 那当然确实了 如果你讲的太多事后一对 哪里又不对的话 这个可能也对柯文哲不利 不过陈佩琪就选择出来说明 讲了38分钟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回过台了今天的主题 要跟他谈的是高雄的柯智恩 因为TPS民调公布了一个新的高雄市的调查 9月2号到9月10号 结果一调查出来之后 其实我是非常意外的 因为虽然每一个民调都有机构效应 但是各位听众朋友 高雄 居然所有目前台面上的选将 来最左边大家看 林黛化 赖瑞龙 许智杰 邱毅盈 许明春 没有一个赢过柯智恩 没有一个像唐龙 你还没过一样 柯智恩 4042 43 45 48几条 那林黛化跟许智杰 还有邱毅盈 他们就是35和34 其实还蛮平均的 就3534 所以应该可以这样讲 除了许明春不是高雄立委之外 另外四位都是现任高雄立委 在地方有经营 那许明春 以前在陈麒时代的时候 是市府的议员 所以在高雄他有殖民度 但没有这四位立委那么高 所以民进党大概都3534 也不可能派出第一的出来 那柯智恩大概就赢个5% 简单讲是这样 好 其一 各位听众朋友 我最近遇到凤星姐 陈凤星 他说什么叫陈凤星 那凤山出生了 他跟我讲说 尾翰我觉得 可能这个时间是9月2号到9月10号 可能跟白粉全部灌给柯智恩有关 就是挺柯P投柯P 柯智也是柯P 那虽然这个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开玩笑 但我觉得有可能 好 可能民生党的支持者 这段时间对于柯文哲被办 这件事情非常不满 9月2号已经是上个礼拜二 算是已经第一次积压回来以后 然后后来又再被压嘛 上个礼拜一啦 所以是不是民众的支持者表态了 支持柯智恩让他能够超过所有民进党的选项 这我觉得第一 大家可以观察 第二 现在目前民进党太多人要选了 那些叫一堆人 所以到底是谁 都还不知道是谁 所以就没有其中支持的那个效果 所以大家都并不高 那我们也就事论是到回来看嘛 民调是35% 那2026年的年底的那一次高雄市场选举 不管最后是谁出来了 他的得票会是35吗 就算没有赢啊 我都不觉得啊 对不对 没有40我才不信 在高雄 没有45也很难 所以这个民调应该是属于现阶段 第一个不确定是谁要选 所以没有集中效果 第二个最近可能大家也觉得还没到啊 不要什么态 第三 同一份民调 各位听众朋友 同一份民调 不是同一天 或是说什么样 也是同一份民调 就这份民调里面 陈其迈的支持度是64% 所以我看出的端倪就是啊 那这样子的话还还早了 因为陈其迈有64%的支持度 对不对 满意跟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28% 光是还算满意36%就比这三这四个 这五个立委的这个你市长参选都还高了 那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还有大概30%的人支持陈其迈 但没有要投给这几个市长参选人啊 那你真的觉得他们之后不会投吗 等到确定是谁 比如说我去假设了 如果确定就是赖瑞荣或邱易颖 确定是他的时候 没有别的选择的民进党支持者唯一支持就是他啦 而在高雄市陈其迈打的基础是64%的TBBS民调啊 我跟大家讲 TBS民调64% 其他民调更高啊 今年二月的时候陈其迈曾经有拿过81% 84%的支持度啊 演唱会经济学啦 高雄变漂亮了 好黄色小鸭到高雄啊 陈其迈在高雄的市民满意度是8成 8成啊 那我就问一件事嘛 那陈其迈啊那吃饭饭腰 他会可能支持克志恩吗 对不对 所以到时候等民进党的选章确认以后 要在高雄选竟比你们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就就 这是我的看法啦 我就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即使看到这个哦拍手了国民党高雄要赢了不是 是高雄确定就是克志恩了 所以回到我们今天主题嘛 我今天给大家主题是什么 对不对 六都选将底定 为什么打个问号 有五个我基本上都可以跟你讲99%了 那第六个李四川是不是新北还不是那么确定 所以我打个问号 这个事情只是告诉你 当民调都已经这样 国民党也几乎不可能派克志恩以外的人来选高雄市长了 听众朋友这样大家能理解我的逻辑跟道理了 当克志恩的民调都已经高成这样了 能赢过现在所有民进党的可能市长的参选人了 怎么可能换别人选高雄市长 第一个克志恩他也愿意 第二个他是不分区 他现在在走动 好 所以之后我们再找时间来约克志恩 问看看他的意见好不好 那第三 这五个选将被摆上去 有人讲说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为什么没有黄杰啦 因为黄杰不是被 阿扁钱总统讲说他是未来市长吗 我上次防护黄杰他坐这里 我在这边 我那时候就有讲了 因为黄杰有跨区 他是凤山的议员 现在又到另外一区当立委 他有两区 其他因为高雄有八个立委 其他的民意代表都没有他跨区的基础 第二个他年轻 民进党的年轻的支持者是很喜欢黄杰的 所以下一次如果再有人把黄杰放进来 再看看嘛 看如果同一份民调 因为他没有放黄杰 所以没有办法比较 其他的民调我相信开始会有人放了 再来第三 还有一个人叫潘孟安 潘孟安因为一直被传说 因为第一个他现在是总府秘书长 跟赖清德总统又特别近 然后当过屏东县的县长 所以县政市政 他是一条边嘛 就是一样的做法 可是屏东县要升到高雄变直辖市 他有没有意思要挑战 先当个两年的秘书长 2026再来选高雄市市长 那到时候一起来比较 只要民调能高过这几个人的话 说不定就是他了 所以林黛化 赖瑞荣 许智杰 邱毅营 许明春 外加 潘孟安 黄杰 七个人 最后出现那个人 再来跟克正恩平 那我觉得高雄不是那么容易 就能赢下来 因为现在目前成绩卖的满意度 有超过八成的 连TBX都有六成四 这个是高雄市 再来看台南 台南的民调 其实时间没有差很多 但是比较早一点 是827到830的时候 所以我就讲 如果说全台白粉会 义无反顾的 就是不同民进党 而且支持国民党的话 那谢荣介在这份民调当中 或许 以刚刚的那个科智恩效应来看的话 或许他会再高一点 但是谢荣介在 我刚所讲的那个民调当中 827到830的民调当中 他其实已经赢过王定宇了 王定宇是35 谢荣介是40 然后呢 也赢林俊宪38对37 看能吓一跳 谢荣介也赢了林俊宪跟王定宇 那当然因为TVBS民调 所以大家会讲说 没有错四个字要机构效应 我觉得要纳入参考 这是TVBS 你下次再看其他的民调公司做出来的 未必科智恩跟谢荣介有这么高 可是在台南 谢荣介在TVBS民调当中 他还是输给陈廷飞 而且输了11% 所以现在陈廷飞是台南看起来 民调在T台来走是最强的 可是之后会不会他是参选人呢 这个还很难说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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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觉得高雄跟台南 其实国民党要胜选 并不容易 这个就我的看法 跟大家公开报告 但是国民党 在台南不派谢龙介 在高雄不派柯志恩的机会 非常低 就也找不到比他们更强的 而两个人当时 被排不分区的 这个立委 就是为了要来选举的 那我也多次跟大家报告了 区域立委 你有地方选民的托付 虽然你说我是区域立委 我在这边选县市长 我还在这边服务 没有错 可是呢 那个区域立委的工作 你就会荒废掉了 但不分区立委 你一旦在地方耕耘 因为不分区嘛 所以你可以去那里 你可以去这里 选上之后 马上由这个政党 当时一长串的名单的 下一位男性或女性 各自补上来 男的补男的 女的补女的 不会亏欠职守 不会有违选民的付托 他不会说我选你当议员 就你让刚跑去选立委 还选上了 我少了个议员 不会不会有少 什么东西都没少 无缝接轨 今天选上 明天走 后天那个人 那个同志就补上来了 所以不分区立委 是非常适合培养地方的政治人物 然后让他选举 然后在后面的补上来 也有新人可以到国会去历练 所以柯智恩跟 这个现龙界都符合这个状态 那给大家看TVS民调 是告诉大家说 他们两个的 那个形势不错 什么事不错 看起来 有机会一拼 但台南跟高雄 并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两个 会成为候选人的这件事情 我是觉得 我的看法是 几率非常高了 所以叫选将底定吗 打个文号 为什么 这两个我是不怀疑 张善政我也不怀疑 各位听众朋友 张善政桃园的六个立委 通通都是国民党 一个民进党都没有留下来 所以现在此刻 你民进党要找谁去选桃园 拼这个张善政 可能都是个通通的问题 之前还有讲说 没这样来啦 郑文燦嘛 再回去选啊 那现在郑文燦 遇到这个事也没了 所以桃园 不要说我非常确定是张善政选 因为他是选连任 好不好 各位听众朋友 他是选连任 现任市长再选一次市长 2026 他对手是谁 可能目前都还很难找到 所以就是张善政嘛 那台北呢 台北就讲万安啊 华语吗 讲万安 现在目前民调强成怎么样 王世坚一直被我点名说选台北市 我不是说跟他的私交或怎么样 而是说你要看他的人气 比如像老天鹅啦 我不知道网友们在看 动不动任何议题哦 你讲美国在讲川普中间的蒙太奇简介法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中间卡一个两秒 也要卡王世坚 所以他已经在年轻族群当中呢 常常的不断的出现 频繁的被被被被曝光 很有喜感 很受年轻人喜欢吗 所以我早就讲说王世坚应该是民进党的 台北市场选项当中最强的 因为基本盘并不讨厌他 深绿浅绿看他是自己人 总不要说不是自己人 像上次高嘉瑜选举的时候 就深受不是自己人所苦嘛 就被人家讲说怎么样 他根本就不是对不对 所以后来很多人就投无心带了 深绿就说我不要投高嘉瑜 那你的基本盘就变小了 那王世坚看起来并没有深绿浅绿 不投他的问题嘛 第二 中间选民年轻选民 对王世坚 其实喜好度接受度是很高的啦 所以很明显的 台北市蒋万安寻求连任 那民进党现在目前传授的人多到爆 王世坚 林又昌 庄瑞雄 高嘉瑜 林佳龙 吴思瑶 那这个是show news他去做民调 做出来王世坚遥遥领先的 比外交部长林佳龙 比立委吴思瑶都还高 但我要跟大家讲 庄瑞雄其实说在王世坚常在讲嘛 他已经去台东耕耘了 因为他身为不分区立委 他的责任权在台东 所以他设服务处了 我觉得庄瑞雄来台北选的机会应该不高了 那吴思瑶有可能 因为他是台北市的立委 林佳龙是部长 然后他也对台北市有想法 我觉得要算进来 然后就是高嘉瑜 那高嘉瑜就看看他2026 很快就到了 他跟王世坚的民调 如果一比不会高的话 那王世坚的几率 我觉得是比较高的 那王世坚是区立委 这状况的话 他就可以代职参选 继续用台北市市林大同的立委去选 可是同一份民调 也不能只有看一半 王世坚那么强 时间是9月2号到9月4号 这个是巡政民调公司做的 然后蒋万更强 蒋万在同一份民调当中的 市政满意度67% 而且这个民调公司 他也很负责任跟你做 王世坚这么强 对不对 那跟蒋万一比呢 王世坚是32.3 刚刚前面是这个对比 户比 那这个是对比 就是要跟蒋万比 蒋万安52.7的时候 王世坚32 蒋万安遇到吴思雅的时候 是59.1 吴思雅27 蒋万安57的时候 林家龙是28 都大概是20 30%的差距 所以这份民调 虽然王世坚是绿营当中最强 可是也同时告诉你 蒋万强到爆炸 要挑战他很难 所以我就讲了 以六都来讲的话 台中就是江启成 或者是杨琼云 看起来江启成 他的领先幅度比较高 然后台中的民进党立委 也已经从六席变两席 那就是何欣纯跟蔡启昌 何欣纯上次我访问过了 他有这个准备 那蔡启昌因为现在中华职棒 做的这个风风火火的 大家都能看到他的教会长 他会不会想要再选这个市长 我会访问他 所以看起来国民党的六都当中 已经有五都的选将 几乎都确定了 高雄柯智恩 台南谢荣界 台中江启成 桃园张善镇 台北 蒋万安 那唯一的变数呢 其实对我来讲 我是觉得没什么变数 但是因为现在时间还上早 那当然就是李四川 所以我才会讲 今天的主题就跟大家讲 柯智恩民调领先 蓝的六都选将 几乎已经敌定 我们下周见 拜拜